今天在Tomin带大家 探一家泰国餐厅 跟我走吧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ATL食游记 我是Gloria 这是他们的菜单 我看上去 点起来也应该很方便 按照类别分类 然后有一些著名的菜 它都是有辅账图片的 价格也标得很清楚 你要大分的小分的那种 所以点餐的 难度还是不大的 中午过来的话 可以看一下 他们Lunch Special的菜单 这里它介绍得很清楚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点 应该是比较合算实惠的 好啦 我点的咖啡来了 看上去很有层次 好漂亮 先喝 嗯 虽然比普通的咖啡有点甜 但是我觉得咖啡味道很香 除了有点甜 其他都非常完美 因为我一般的普通的拿铁 我喝到的奶味比较重 就是咖啡的浓度比较低 但是这一杯的话 吃到锤里面是甜的 但是过一会的回味 咖啡的苦味上来了 那个甜就慢慢就化掉了 还行吧 啊 我的前菜来了 今天我点的是Mixed Appetite 你可以自己选择 我今天点的是 Shrimp Cake Crab Roar And Spring Roar 这家的Spring Roar是油炸的 如果你要吃 他们家的透明的卷的春卷 是叫Basel Roar 不要搞错咯 好了 我先试试 Shrimp Cake 我蘸一点那个泰式辣酱 这个虾饼也太香了吧 我发现了它那个香味 来自于里面的大蒜 你看 给你看一下 它的大蒜颗粒切得比较大 就是你一咬下去 马上就能感觉到那个香味 大蒜的蒜香的味道 它的口感是比较软 脆软的 然后是比较juicy的那种 软软的 然后那个虾肉的话 非常有弹性 喜欢蒜香味的朋友 这一款肯定会喜欢 如果硬要挑一个小缺点的话 就是它没有我想到那么脆 它因为有点软软的那种 软脆软的 不是硬脆 口感 但是还是很好吃的 蘸点酱 第二道 Crab Roar 是蟹的春卷 看它卸开来以后都是蟹肉 看它卸开来以后都是蟹肉 大家猜猜是什么味道 我觉得它是拿蟹肉和酸奶拌在一起做的那个内向 应该是cream cheese的味道 酸奶酪加蟹肉棒 然后春卷一炸 这款不是大众的春卷 是喜欢cheese cake的小伙伴应该会喜欢 一点点酸酸的 再来尝尝那个春卷 我直接上手了 它已经把你贴心的帮你切开来了 很好 蘸一点酱 这个春卷我觉得是非常健康的 然后它是里面全是蔬菜加粉丝 我还发现这个春卷里面有黑胡椒的味道 然后还有虾米的味道很鲜 三样排名次我的选择是第一名虾饼 第二名spin roll 第三名再是那个crab roll 泰式餐厅东荫公汤也是必点的 我点了一份小碗的 我觉得已经很足了 看看满满的虾肉 如果人多的话可以点一个大的hot bone 大家分享 哇 就是我期望当中的那种酸酸的鲜鲜的味道 他家的东荫公有一个特点 就是吃出来的口感比较清淡一点 没有其他几家店那种特浓特酸的感觉 就是比较清淡 我觉得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另外还有一份午餐送的汤 还很奇怪 里面有肉米还有米饭 我来试试看 我来试试看 哇我喜欢这碗汤 这个汤我期出来的是鸡汤 然后它那个口感有点像泡饭的感觉 很鲜很鲜 而且它汤里面有一股浓浓的酒香味 他们点主食的话会送两样东西二选一 你要么送汤要么送沙拉 我们今天选的是汤 我觉得我们没有采用 我不知道沙拉怎么样 反正两样东西你可以选一样 想喝汤的点这个汤 想吃沙拉的点沙拉 他点主食的话都会二选一送一样的 然后后来我还要提醒小伙伴 每天的汤是不一样的 每天是根据厨师的推荐给你上了汤 我们今天是鸡汤很成功 这一道是泰国的地道的街头小吃 猪肉炒辣椒加一个荷包蛋 看似简单 但是你要好吃也是要有功力的 我来试试看 我这个青椒控我肯定先要尝青椒的味道 再来一块猪肉 我要说的就是青椒非常爽口 然后它的酱汁非常好吃 就是青椒甜甜酸酸酱汁 猪肉第一口进去 没有让我感觉很柴很干 但是这个猪肉里面还是有一点 咬不让它轻 我是有点 不是很喜欢这一款猪肉 稍微有点厚切 但是喜欢吃肉的人 应该觉得蛮过瘾 因为它的猪肉片切得很厚 很过瘾 我更喜欢青椒 我来试试它的酱汁配米饭的味道 这么好吃 茉莉香米和这种酱汁是百搭 任何一种酱汁配上茉莉香米都非常好吃 这个酱汁的话 是糖醋汁的清香版 因为有青椒的作用在里面 然后它上面的荷包蛋 我们选荷包蛋是有选择性的 你可以选硫磺的 你可以选太阳鸡蛋 你也可以选两面煎 单面煎 各种花样你可以提醒一下点餐的人 他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帮你上 总的来说的话 这道菜除了我不太喜欢猪肉片以外 酱汁 青椒 鸡蛋 包括那个饭 我都比较喜欢的 哇塞 这道卖相就已经吸引我了 你看上来的时候 就一把斧头插在上面 这道菜的话 和它的店名同名 所以我就是点了一下 看看是什么 它的名字叫 这个上面是铺了炸过的罗勒叶 哇好香好香 真的 然后剥开罗勒叶里面 还有很多小的配料 青椒啊 洋葱啊 好吧我们先试试 看我还没用力 它已经都松下来了这个肉 然后蘸蘸这样子 居然是有嚼劲的牛肉 我以为就是很酥烂的那种 老太太吃的牛肉 不是的 有嚼劲的 但是切的时候就已经很酥烂了 这个吃的我想起的 在中国吃的那个王品牛排 台素牛排 就是好大一块 这样看上去很酥的 但是吃到嘴里有嚼劲的那种 我记得王品那个时候做的广告说 一头牛只有六块这样的牛排 我感觉这块牛排应该也是同样部位的肉做的 但是这块我感觉比王品肯定实惠多了 这么一大块才二十八刀 我刚才吃到的那个牛肉旁边 一点点油的 出奇的好吃 非常非常香 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油脂 在你嘴巴里化开了 你就很 你会觉得这个牛肉 这个肉吃起来很过瘾 总的来说今天 最主要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 它们的配料就是那个酱汁 特别的鲜美 但是它配料的酥菜呢 口味有点深 可以再熟一点更好 但是肉类我也很满意 比较鲜嫩的 总的来说还不错 如果是满分是五分的话 我可以给到它4.3 好了 账单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一共 点了两道主食 一道前台 一份汤 还有一杯鱼的 大家也可以来试试哦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多多关注ATL石油记 带你们去吃更多好吃的哦 拜拜 拜拜